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街舞六拟腰阵容曝光 王一博依旧在LISA过程最大看点 不知不觉真人秀综艺节目 这就是街舞已经陪伴大家舞技了 节目刚开播的时候真的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不仅掀起了全民学习街舞的热潮 也让很多热爱街舞的朋友迎来了狂欢 节目给更多舞者提供了更大的平台 让大家都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实现梦想 前四季整体的评分都很高 均分达到了8分以上 但第五季的效果并不算太好 最后只达到了刚及格的程度 这也让很多观众都担心 节目是否会有第六季 目前网传了新一季节目阵容 但其实如果节目内容没能够做出调整 接下来网友们也很难买账 目前已经网传了新一季节目的你要阵容 估计接下来节目应该会很快和大家见面 这一次的嘉宾阵容中 大部分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艺人 在前几季的节目中也都出现过 你腰的嘉宾阵容中 王一博依旧在 如果这一次能够达成合作 王一博就是第四次参加节目了 在前几次节目中 王一博的表现非常好 所以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对他的呼声也很高 第五季的节目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在开播之前就已经受到了网友的吐槽 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新人舞者越来越少 大部分的舞者都是之前在节目中存在感比较高的 渐渐的 大家都觉得这档节目失去了最开始的意义 并非给每一个舞者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 而是成为了一档固定嘉宾的综艺节目 舞者们想要反复的参加节目 以此来提升自己 这也是能够理解的 但从镜头的分配也能够感受到很多热度比较高的舞者 更受关注 镜头也更多一些 其次就是节目的赛制和设计有很多问题 一路看下来的朋友 对这档节目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了 然而如今的节目中多了一些会让人尴尬的环节 投票的过程也存在很多争议 节目宣传的侧重似乎也换了各方向 在第五季收官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档节目应该停留在还不算彻底败坏路人员的时候 王一博自从参加这档节目之后 就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争议 甚至还有网友质疑王一博有特定的剧本 实际上王一博参加节目之后 给节目带来了更多的热度和关注 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热爱街舞的艺人 即使是这样 很多王一博的粉丝都表示 如果没有王一博的参加 也会觉得节目有太多槽点 很难看下去 这一次你腰的嘉宾阵容中 除了王一博之外 还有韩庚 刘雨昕 王家尔等 这些艺人在之前的节目中都曾出现过 当然你腰的阵容中还有一位新人嘉宾Lisa 她是这几年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女团成员 上一季节目播出之前就有网传称她会参加 到最后并没有达成合作 这一次如果Lisa真的能够参加 应该会成为节目中一大看点 这一次节目也应该会极力的想要和Lisa达成合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